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就是比五天多两天 比八天少一天 同样也是我们的倒数第二天 我们今天的计划是窃一个叫卡塔利纳的海岛 它位于大西洋和加列比海的交界处 所以能看到深蓝色的大西洋和浅绿色的印度洋 什么玩意儿印度洋 加列比海 以下危险动作请老铁们不要在家中尝试 应该大家还记得我们系列视频的开头第一集 来机场接机的郭老官 在风暴中边开车边开他的YouTube 这位老婆异曲同工之妙 边骑摩托边打电话走城华大道 且他的二线桥只能拉得到一点点 就趁华大道到日仙桥只能拉得到一点点 等于是说白了他们这个地方的交规是磨叠的 我们一样要遵守货车不开酒 开酒不货车 最终司机只能拉得到我们车上点点人 走城华大道到了二线桥 happened to the second time 今天不见过是从门往车上边 几次回来的一个小队 不许可看 今天睡觉 李宗为战 我愿意 妮子 哦 是 华大道 我愿意 非常幸运的是在航行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海豚 我就开始到处打望到处走 我不晓得我那个时候拽过来再求啥子 但海豚好像是在跟我玩疫情故障 还说我stupid 这一下就激起了我那开始的好生性 事情一下子就变得带改起来了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非常激动人心的浮潜 Slockling 对这个项目我还是非常期待的 上一次切古巴由于天气原因着烧了 出海的时候没有切成浮潜 当时我们先在岸上付钱 之后上了贼船到了浮潜的地方 晴空外里无云 但是船员和我们说天气不好 不能下去浮潜 虽然付钱了但是没有浮潜 所以我觉得这种活动有点晚 我们这种胎神游客容易着烧 我心怀感心有余悸 留下了一丝丝的遗憾 所以这一次在报名之前 我们就先问好了 有没有可能因为天气原因取消 那个人给我们打宝票说不一定 所以这次来Catarina Island 我们这种胎神游客决定 高男要整一个浮潜 希望这一次不要着烧 温馨提示大家这里是不用憋气的 因为它会给你发一个吸管 你可以正常的在水面上浮吸 这个吸管需要放在嘴里咬住 但是在这之前 已经被无数的人喊在嘴里过了 就非常的王德佛 打lt出啦 打了盘子 打了 顺利 打了 黄湯 打开 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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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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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